安徽农村的陈大哥为了生计养育了很多家猪 平常靠着这些猪的产出来维持生活 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却被打破了 陈大哥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去猪圈看他养育的猪 甚至和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心 这天陈大哥一早起来就去猪圈 但是却发现少了一头母猪 这可把陈大哥着急坏了 赶紧在院子中进行寻找 但是找了好几圈都没有发现母猪的踪影 陈大哥有点担心母猪的安危 于是决定叫上村民一起上山寻找 但是经过七天的寻找都没有发现母猪的身影 这么长时间看来母猪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就在陈大哥准备放弃的时候 这只母猪却意外地找回了家门 大家还都在感叹 这只母猪在野外过得很不错 不仅没有恶捨 甚至还圆润了不少 看到母猪能安全回来 大家都纷纷夸赞母猪聪明通人性 在野外生活这么长时间 竟然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母猪虽然是回来了 但是接下来的行为 却让大家目瞪口呆 陈大哥看着自己家的猪身体一点一点变胖 甚至在食量上也比之前大了好多 多年的养猪经验告诉陈大哥 自己家的母猪怀孕了 这可真是新鲜事 没有供猪的交配 母猪是如何怀孕的呢 安徽农户给野猪开婚介所 修建房屋和野猪交配 竟然实现年入几十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陈大哥家中的母猪 逃跑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 回来竟然怀孕了 这让大家有点苦笑不得 母猪的丈夫一时之间成了谜团 现在就只有等到母猪生产之后 才能知道交配对象到底是谁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母猪终于生下13只小猪仔 它们的长相和身上的花纹 完全不像自己家的猪 仔细观察到和野猪有点相似 家猪和野猪交配产仔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对于这样的稀罕事 村民都纷纷前来观看 但此时的陈大哥 却似乎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家猪和野猪生出的小猪仔 不仅身体强壮 而且生长速度非常快 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可以小赚一笔呢 说干就干 陈大哥拿出五万元 买了几头野猪 将它们关在猪圈中 强行让它们进行交配 但事情并没有朝着 陈大哥预期的方向出发 野猪从小就生活在野外 习惯了自由的生活 所以经常从猪圈跑出去 为此陈大哥专门做了一个铁栅栏 虽然控制了野猪的逃跑 但野猪整日郁郁寡欢 哪能顾得上交配的事情啊 陈大哥的想法也就此破灭 随后 陈大哥就决定 顺应野猪的天性 再尝试一次 这次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 安徽农户给野猪开婚介所 修建房屋和野猪交配 竟然实现年入几十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陈大哥之前的方式失败后 就决定让自己的猪 独自山上寻找配偶 但是陈大哥又担心 自己的猪会不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于是就悄悄地跟在家猪的后面 经过两次的跟踪发现 他们每次走出去 都会在走过的路上 通过自己的粪便留下记号 无论多晚都会通过记号回到家中 既然猪有这样的本领 陈大哥就在山上 给猪修建一个专门的猪圈 让家里的六头猪 在山上先适应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并没有野猪前来 在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之后 找到了根本原因 野猪在察觉到人体味道之后 就不会轻易靠近 陈大哥让这些猪独自待在这里 自己搁一段时间再来看它们 不料这次真的发现了一场 有两头猪 这段时间食量大增 看来真的是交配成功了 在陈大哥的细心照顾下 这两头成功受孕的母猪 分别生产了十几头小猪仔 这些小猪仔的身体都非常健康 并且它们的身价也非常高 陈大哥在销售这些小猪仔的同时 还会利用自己苦心 专研出来的方式 给有需要配种的母猪进行交配 也正是这个方式 让陈大哥实现了年入十几万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